navigating the war 19.196年 郭鑽 第四年 郭鑽 是 民地 郭鑽 最香港人的郭鑽 都是 郭鑽 因为以前是麻烦 以前我家老爷是传下来 传下来 他以后年纪大了 他就拜托我接他的手 他走茶麻国道 因为茶麻国道的路 相当的艰苦的很难走 一出去就是几个月 到山里边去的人 现在公路是没有的时候 全部是山路 走了一山又一山 翻山越南 路相当的难走 悬崖斗壁 到了悬崖斗壁的时候 马托着货物过不去 过不去的时候 必须用人来背过去 那马怎么过去 马就牵空马过去了 只能把空马牵过去 空马牵过去 把货物下掉以后 被人背过去了以后 背过去的宽地为止 又再把货物油在山上去 油在山上去 小马也继续拖着走 一出去就是几个月 来回几个月 甚至半年 四十七八个月 才回到那一次 因为马帮那个时候 不是一天两天 他一出去就是时间很长的 就是很辛苦的干马帮那个 我家里现在的马帮 我马帮过的 我的老爷 他们都留下来 传下来 好那很危险 就会有人来抢劫吗 山里边肯定有嘛 为什么山里边 你看说 你刚才拍照的那些枪哦 剪咯 什么的防身武器咯 山里边都自己在带着了嘛 马帮他出去就是几十个人 五六十个 其他十个 甚至一百多个 都是一大路来的 他都带有 分配来的嘛 脱货物的脱货物 马帮都去 马帮都没装备了 其他的人嘛 就跟着马一路走了 招呼马了嘛 土的货物嘛 怕土肥有了 山里土肥有了 人来抢东西嘛 嗯 周路的人他都带着有防身武器嘛 随时 招滚到的嘛 嗯 他说 人多嘛 土肥他人少 反正他没有办法来 我们直接带着防身武器 他知道我们的嘛 那种了嘛 所以说 马帮那个是很辛苦的 很简单的 嗯 出去不是一天两天 嗯 那有个土肥战斗过吗 没有 但是他们也不敢嘛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人多嘛 马帮的人多嘛 因为他打个比方说 十个二十个人 我们七八十个人 嗯 他肯定战胜不够我们嘛 他肯定他不回来了嘛 可是他不敢抢了嘛 他就是 现在哪个人 都是在看人来说嘛 嗯 你抢 我弱 我肯定不回来 争霸你了嘛 可是嗯 我弱 你强 肯定我不回来了嘛 可是 嗯 他肯定他要 看石头来了嘛 你强的我弱呢 我的震拔你肯定 我也吃亏了嘛 可是那个道理 很简单一样的道理了嘛 所以说 以前那个就是 就是在中的茶马步道 嗯 是哦 那您是从大理到中殿是吗 嗯 我就从 从沙西古镇 诗坊间 嗯 云房 西藏 香格里拉 出去 嗯 那您是走到 香格里拉那段 对对 我去走香格里拉那段 嗯 走香格里拉那段 中殿线那里 对对对对 那从这一到那里 可以赚多少倍利润呢 从这个地方到中殿 走香格里拉那里 都要 接近二十天 二十天 因为它是翻山原理嘛 嗯 不像现在的交通货币 一天就走走地就走了嘛 车子 一圈圈 就翻山路了嘛 一时的倒不了嘛 但是他妈有妈的规矩了 他翻山原理 因为马头的 货物头的 中央比较 嗯 每一匹马都是三百多斤 四百斤 甚至五百斤 哦 的重量 一匹马 但是他肯定他很累了 他每一天行程 或者是固定 每一天 就三十公里 或者是四十公里 嗯 再早也好 他就不走了 再晚了 他也不走了 就休息了 嗯 等到第二天 又继续上路 又走几十公里 走到又继续休息 嗯 不走 或者呢 就一天一天 就翻过去啊 就是这种 嗯 它主要是卖什么货物呢 茶叶 盐巴 茶叶和盐 啊 茶叶盐巴 盐巴是哪来的 因为这个茶叶骨针 有两个盐井 多门掺盐的 哦 多门掺盐 那很有钱啊 多门掺盐井 你必定要掺盐井 你必定要把它拖出来 拖出来你要翻成货物 把它回来 你要拖出去了嘛 就是 要拖出去翻成钱了 翻成金 你买其他什么东西了嘛 你要把它翻出去了嘛 就是在这里 拖出去 那边拖出去以后 那边又拖布皮 又拖回来 拖布皮回来 对对 它不开始来费生意了嘛 嗯 开始来费生意了嘛 它不困它是 拖着货物过去 它就空着回来了嘛 它就拖过来时间了嘛 一个拖过来时间了嘛 一个拖过来时间啊 二一个它的 它的价值就低了嘛 可是它又来费生意嘛 它价值它就相当的高了嘛 可是它来费生意 它就赚走钱了嘛 就是这种了 那怎么招募马帮成员 招募马帮嘛 就招募马帮 因为那个是 我们东西有马国头 有二国头 三国头那种 嗯 它都是分配来的嘛 那一份 官司没干事没的嘛 它都是分配来的嘛 其实马国头第一马国头 它根本它就不管了 有二国头三国头来分配了嘛 嗯 你分配的下边的 那些人几十个人几十平 怎么招募怎么安排 它就招募它了嘛 那么帮主有什么工作 帮主嘛 他就是他在前面嘛 帮主他就是前面 像现在的包拱头是一样的 他在前面的生意了嘛 哦 帮主嘛 生意全部有他个难了嘛 嗯 警察有他个难了嘛 加个高点 有你在下边的人无关了嘛 所以帮主是就是投资吗 对是帮主就是投资嘛 现在的包拱头是老大是一样的了嘛 哦 嗯 他手上的嘛 嗯 就这么了嘛 难道他的一个班就回了嘛 他才开起 他才发起出来嘛 就这么班这么忙 难道他的班就回了嘛 嗯 所以帮主是一代一代传承的 对对对对 您爸爸也是 对 我的爸爸 我的老爷爷 对对 他相片都还在那上面 哦 他是以后带你们去参观 去讲解给你们 谢谢 没有了 那个茶马古道上面的马帮有关的 因为我们历史上我们的沙西就是茶马古道上面重要的一个驿站 以前的马帮他就会从这个地方啊 经过把这个地方的东西然后啊又运到另外的地方 然后又把另外的一个地方又运回来 然后走在这个茶马古道上面的核心人物就是这个马帮了 像咱们今天这样啊 就是啊 可能我们以前的马仕头的货物 我们人在旁边找 但是今天的话我们就是人骑在那个马背上 然后让大家来体验这一个活动哈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马帮的一个组成形式 马帮的话 他就是我们第一代的物流公司 就和我们现在的中通顺丰是一样的 他们是专门用来运输货物的 但是马帮的话 他是用在古代哈 现在基本上都不用了 因为马帮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现在的公路都已经很方便 所以的话我们说的现在的汽车运输就代替了马帮运输 所以马帮已经被淘汰掉了 所以我们讲一下这个马帮 马帮和马匪是不一样的哈 马匪就是土匪了 马帮和马匪他是对立的 马匪他是专门用来抢东西的 然后马帮的话 他会有一个大锅头 我们叫他叫马帮的帮助 就是我们企业里面的CEO了 还有一个二锅头 就是我们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总经理的一个职位 还有一个管事 就类似于我们的一个财务 这三个人是我们整个马帮的一个核心人物 然后他们下面会有很多的赶马人 就是给他做事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的这些物件 这个叫花龙 这一个还有这个大铃铛 你看到墙上挂的这一套形头 是第一匹马才有资格佩戴的 墙上挂的这个和这个 后面的马就只能佩戴这一种 你看这种小铃铛 还有这个套马铜的这个绳子 你看这两种 你可能觉得放在一起 哪一种会比较好看呢 大的 肯定是大的是不是 就是我们挂在墙上的这个 因为这个是头马才有资格佩戴的一个装束 因为头马它是走在最前面的 今天我就给你们讲到的 有没有发现我们的马都是 这因为果实的一样 一匹跟着一匹 它不会超过前面的马 你看有些时候它会超过 但是我们说路比较宽敞 它可以走得过 如果走在山里路是很窄的时候 它就走不了的 所以走在最前面的这一匹马 它就是代表了整个马帮的一个脸面 所以马帮有没有钱 就得看第一匹马 第一匹马打扮的越好看 就证明你这个马帮越有钱 别人就会选择你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上面我们说还会 它骑这匹马带铃铛 证明这匹马应该是在最前面 我们每一匹马都有铃铛的 日前骑没有铃铛 日前骑今天没给它套上 其他马基本上都会有佩戴铃铛的 但是这是以前用的 现在我们基本上都不用这些东西了 可以可以 那些是以前老凳子 没事你可以坐 然后这是他们用到那个铃铛 它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它可以惊吓山里的野兽 因为每一匹马上都有这个铃铛的话 你看100匹马 它的声音就很响亮 整个山谷里全是这个声音 然后那些野兽听到了以后 就会害怕不会靠近这个马队 它另外的一个作用 就类似于我们汽车的喇叭 滴滴滴告诉别人有马来了 因为我们走在大山中 我们从这边过去 那边也有马过来 那怎么办 碰在一起 它是让不开的 所以它的作用就在于此 它可以提醒对面过来的马队 你的旁边或是我的旁边 有宽敞的地方 可以先停下来 先休息一下 然后我先过去 过去以后你再过来 然后主动避让的这一方 它应该要先让这一方先走 然后它在这个地方 它就主动停下来 然后主动避让这一方 会得到先过去这一方 给的一些钱财 因为我们说它耽搁了它的时间 这就是马帮的规矩 所以为什么给它 配戴这个铃铛呢 最主要是这两个作用 它有提醒的一个功能 然后这有一些 马帮用到的生活用具 这个是我们他们用到的那个马灯 就和我们现在的手电筒是一样的 起到一个照明的一个作用 然后这个是 对 然后这个是他们用到的灌勺 灌勺的话就是给马胃要的 它是用那个牛角做的 它其实就和我们现在的那个人 我们喝水的水杯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是他们用到的碗 说到这个碗和筷子的话 它有特定的文化在里面 这个碗子的碗是什么 时长对不对 我们说碗到晚安的碗是什么 日 日之旁你看 马帮它很忌讳自己碗到或迟到 所以这个碗和那个碗它是谐音 所以它马帮它这个碗 它要用其他的词语来代替 它要说莲花 莲花其实就是碗了 筷子它要叫帮手 为什么 因为像以前的很多老虎狼啊 个头都是很大一块一块的 他们也害怕遇到这些食用动物 所以筷子的话 它又叫帮手 莲花配帮手就是碗和筷子 放在以前如果说错就是要被扣工钱的 但是咱们今天的话咱们也不扣工钱 咱们今天就花酒喝喝马帮的酒 谁说错了就喝点马帮的酒 因为我们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带走一些关于沙系的记忆 马帮的记忆 然后这个是烟壶吗 应该知道了 干嘛用的 我们可能看电视剧里面就有的 用到这一种烟袋 这个是他们用到的水壶 水壶就是我们用来装水的 类似于我们现在那个水杯 竹子 对竹子做的 它现在还可以用的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说的 用那个马吃饭的盆 马莲花 我们人休息的时候 我们也要吃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马也要吃一些东西 怎么办 就会找一些东西 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拿到每一匹马的前面 让他就啃十几口 因为中午的话 他就不会停休息很长时间的 可能我们就是很快的 就好像就走了 啃几口 人也是随便吃一点干点 然后就走掉了 不会停留很多时间 因为马帮 他每天规定了 我今天要到哪个地方 他一定会到哪个地方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后面的 这里有一个锅 这个叫锣锅 以前的马帮吃饭 他就是用这种锅 在柴火旁边煮出来的 咱们今天中午吃的马帮饭 也是用这种锅 在柴火边煮的 它在里面会有很多的 土豆腊肉火腿香肠 它有一个共同点 异于保存 马帮常年在大山当中 他几天都遇不到人的 他是没有新鲜的食材 可以让人吃的 所以他为了生活简便 就把这些抑郁携带的东西 随时带着 然后每到一个地方 休息的时候 就可以做饭吃了 因为他的生活 就是席地儿坐 席地儿吃 席地儿睡 他不会带很多的 桌子椅子床 他都不会带的 因为他的马 都是要用来运货物 都是用来挣钱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安子 这个安子 就是刚才我们 骑马的时候 坐的那个地方了 大家有没有注意 但是我们现在的安子 都是用铁焊接的 这些都是以前的木头安子 这马带上去很痛 不痛啊 他下面也会垫一些东西 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安子 他下面也要有东西垫着的 不然你看压在 那个马的脊椎上面 他肯定也受不了了 也是一样的道理 然后骑马的时候 做这一个 然后运输货物的时候 就会放这一个 就是我脚下的这一个货架 这一个脚下的这一个 这一个货架 然后你看把这些装好的 货物就卡在这个里面 然后让那个马来驮了 然后这种包的话 就是藏族人用的比较多的 它其实就是我们口袋的那个 海马仕 它的防水性能特别好 真正的牛皮啊 这些是 下山的时候 尾巴上面的这一个 又可以拉着安子 不过让它往前滑 起到固定的一个作用 所以这个的话 就是上山的时候就要佩戴 刚才姐你骑的那批马上 就有你没发现 没发现 当时还要卡在马的屁股上 要卡在马的屁股上 然后可以用马的那个尾巴的 那个力量拉着这个 你看这些它是可以解开的嘛 然后绑在那个安子上面 然后就可以拉着那个货物 不会让它往前滑 就是起到一个固定的一个作用 然后你看它为了 不要让这个绳子 专门来摩擦那个马的那个屁股 然后的话我们做的 就是如果时间一久的话 你看如果是单独用绳子的话 它走动的时候 它会摩擦嘛 摩擦的话很容易伤及到它的皮肤 伤及到它的肉 所以你看它为什么上面会有 这么多小滚动的那些小珠子呢 它就是走的时候 它就像滚来滚去按摩一样 滚来滚去滚来滚去 所以它又不会伤及到毛 所以这些是古代人的那种 创作出来的 嗯 懂了吧 然后这个是脚灯 脚的就是我们骑马的时候 脚踩的 刚才你们踩的那个地方 我们现在脚灯都是铝合金加工的了 这些都是以前的铁脚的 都是比较重的 现在也是绣机斑斑了 毕竟年代比较有点久了 然后这个是以前的手工钻 电钻 也可以用来取火 钻不取火 换个头就可以用了 然后这是锣 然后锣 明锣开到马帮的头马前面 也会有一个我们说有一个人 是专门敲这个锣的 他进去的时候 他也会敲这一个 就是看我们看电视剧里面的 一个古人 他衣紧还乡了 当官了 发财了 回到家乡 是不是敲锣打鼓的 就是告诉别人 我回来了吸引别人来看 马帮的重点也就在于此 他就是为了吸引别人来跟他交易 他们所处的年代不一样 我们说他可能我们说用的东西 也是不一样的